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有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这钱都花哪去了 这钱支持你都干啥了 你花没了这么长时间 你究竟给谁花了 卡里这钱花没了 你要我一笔一笔对这个账 我根本对不上 这么长时间 说不行咋回事 今天你要说不明白 你就败过了 你败回来了 掌声有请职业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56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者 有请李先生 得请 女嘉宾李女士57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者 有请李女士 主持人好 好 各位嘉宾好 好好好 欢迎大哥和大姐 你们俩什么关系 夫妻 结婚多少年 结婚三十多年了 老夫老妻了呗 对 孩子多大了 三十一了 就来干嘛呀 我跟他俩特可气了 太可气了 我就想跟他俩离婚了 我有两件事 我有一个跳舞的事 有一个钱的事 好 咱们先说跳舞的 再说钱的 我们俩就合计说的去见见神奇吧 跳的交易舞 但是跳着跳着就不跟我俩跳了 他就不跟我俩跳了 去找那年轻的漂亮的去跳 不不我俩跳了 我们俩就定家打仗 就黑人打 白人打 定家打 就换舞伴了呗 等于 反正就找好看的年轻的跳 那你也找好看的帅的跳啊 我不想找 我舞伴也想找我 有的人也想找我 我希望不劳两口嘛 就是健身嘛 对对对 你哪想到健身建筑这么一堆麻烦来 为啥不跟人跳啊 大哥 你跳的啥舞 你说实话 多累人呢 那你学习也不学 那年轻的 身体灵活 跳的好 我跟他跳不累 在这说 跟他们跳舞心情也好 高兴吗 跳舞就为了高兴吗 最可气的是啥呢 我们家有个破面包的车 经常拉一个好看的土区去跳去 说是去跳舞去 我也不知道去干啥去 下说啥你呢 有的人求我办事 舞伴 他求我办点事 拉着都为什么去 我跳什么都跳舞 你有多少舞伴啊 方便问问吗 我的舞伴确实挺多 但他有点多心 你小心眼 这么大岁了他有啥事 那再来说了 你为啥老长那么年轻的去跳去啊 不是 得多年轻啊 都三十多岁的 你有四十多岁的 我也去 去他不跟我俩跳 他不跟您跳 他跟其他的舞伴 你看他们亲密吗 凡事就那样 我生气 他一曲都不跟您跳吗 不跳 往回家往俩就打仗 对丁家打 反正这个事 你得跟我俩说明白了 那不能拉着 你老丁拉着你年轻的走了 拉一个破车 破车咋的破车呀 要花好钱买的咋的 你这跳舞就跳吧 你拉人干嘛去啊 卡哥 有时候 你要我请人吃饭 你能不请吗 请人吃饭干嘛呀 就是 这是第一个事 我再跟你们说说第二个事 好 说说说第二个事 第二个事是钱的事 网马半辈子攒了七万块钱 不容易 这七万块钱吧 就给我存到卡里头了 这不我外甥姑娘嘛 这有这孩子 让我就去帮带带孩子 我就我行我去吧 去我想把这卡 存支出这钱来 好给他家里好花 不干 非得把这个卡都给他 哥我这不干 我不给他 你就追着我打仗 完了呢 后来我就这么的 把卡我就给他了 我现在都这个岁数了 就给他给他吧 给他没到半年回来 卡钱没有了 钱呢 就是呀 这钱呀 问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 问他干啥花了也不说 就是不知道干啥花了 反正这钱没了 这不得我盯着追问 盯着追问盯着打 说啥呢 跟伍伴出去去玩去的 我解释了解不行 你走了半年 生活费 是不是从这钱外里出 半年生活费也是一笔数字的 我不可能比比几个账 谁家过世的 一块江头都得几个账啊 随着李十块几个账啊 不可能的事 所以对不上账这方面 另一方面 我确实 跟武厅那个 张冶网嘛 出约上长春溜达去了 是怎么回事呢 去长春溜达了 有个字跳舞 张冶网说的 我这辈子 连火车都没做过 我自己欠 我说的 那里面坐火车 我领你 坐着火车 我来去个中央最大城市 溜达溜达 张冶网说的 中央最大城市哪块的 我说的 沈阳长春吧 我跟他看玩笑呢 我说张姐 到这里了 就找那个王姐 也都六十多岁六十 他俩都六十多岁 约我了 约我出去溜达去 你说我一句话说 去不去吧 一路途比得去 不想去得去 正部的网门叫 上长春了 去个大城市 表长春 住宾馆 吃饭店 看演出 定下周边这些县城 我们都去了 有案状的地方 就看你出去 你说十来钱 你说这笔钱 作为一个男士 一挂说手去了 我跟他过多半辈子了 也没领着我 出去坐坐火车 住住宾馆 看看演出 你多在领我出去过 你说家里就这么点钱 你就领着 人家出去去旅游去了 好姐妹吗 有什么办法 你是处的什么事啊你 有什么办法 不是你跟人家 什么好姐妹啊 就是武艺上台跳舞 有谁教我 有谁教我跳舞 我不大会跳舞 这不 学的不那么太好 这不装大了吗 一下手手下 院里人留着玩去 人家当真了就是吧 说几个替大手上 这不真去了吧 还长出来吧 那你这日子还要过吗 这辈子你说你 啥都干 就是不干活 我们家早前开个小店 我给家不出不去吗 他去上货去 没有一回对上账的时候 在家我们钱匣子里说 卖钱不得有点钱吗 有一百的了 有二百的了 就通出去 有一次我给他刷鞋 我给他擦鞋 鞋壳里里都搁钱 就是他干的事 出去的时候 那有一千 一千花美再回来 有二百 二百花美再回来 有一百 一百花美再回来 早点活 多长得不回来 我还给你过啥 我还给你过 来来来来 你给你舞伴过去吧 我是不能给你过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听明白了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反正我听你们刚才的一些事情 我真的特别的愤怒 这个愤怒来源于 不负责任 不止单止某一个人 我觉得你们两位 对自己都是不负责任 这个男人没有做到对于自己负责任 你也没有让你的妻子 因为你的存在而感觉到任何的尊严和幸福 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最不负责任的 你看在今天这个现场 所有的人把你当成了笑柄 把你当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你觉得这样对你自己公平吗 刚才说了是因为 哎 有面子呀 我答应出去了呀 那些女人都特拿我当回事啊 我想可能她内心当中对于尊严这件事情是有渴望的 只是她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去获得 你以为像一个孩子那样的撒泼打滚耍赖 其实太幼稚了 你看幼儿园里的小孩都以为这招好使 所以您用了您人生55年的时间 来去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任何成长 没有任何担当的一个人 空度了这些年华 然后这位女士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值得同情的 因为在这三十多年的婚姻当中 你有无数次可以保持自己更多的尊严的机会 但是您都放弃了 至于今天你们何去何从 我不知道 因为三十多年居然能忍 今天为七万块钱忍不了 那您我也说句实话 您可能也一直是跟钱过呢 也没跟这个人过 否则的话 这个人多糟糕你都能忍 只要有那七万块钱 您有没有想过 其实您也没真的跟这个男人在过日子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请坐 谢谢大哥 在外头 在外头这钱没少败嘛 每次为什么都回这个家呀 你未得了 未得了 外头受挫折了吧 你还自以为是呢 开始听着你们的讲述 其实是心里蛮激动的 但是平行下来之后 其实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出现 为什么现在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很多 为什么要去跳舞 其实除了去健身以外的目的 其实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是 通过跳舞 通过认识新的伙伴 其实可以填补内心的那种孤独 你们两个结婚三十多年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位 其实内心都是孤独的 这位大哥 刚才上来 其实还是蛮沾沾自喜的吧 听到自己老婆说 又好多的年轻的舞伴又漂亮 心里挺高兴的 而且好像你也说 自己应该跳舞还不错 并且这位大姐跳舞是不行的 所以那些年轻的舞伴 才愿意跟你跳 是不是有一种被人认可的一种感觉 很开心吧 但是这种认可 在你们三十多年的夫妻生活当中 你一定从他身上是得不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位大哥一定要去 和那么多的年轻舞伴去跳舞 再发展到一起出去旅游 其实他在外面 我可以敢说是一无是处 生意一定不好 也不被周边的人认可 同时回到家 也得不到这位大姐的认可 所以种种导致了 其实内心是极度的抵触大姐 这是为什么七万块钱没了 不得已回来了 回来也是知道要被你 你来数了的 所以始终是不敢说 那七万块钱哪里去了 所以这就是你们相处模式当中的问题 以前是因为孩子 孩子可能还在身边 然后有矛盾可以转移 关注度可以转移到孩子身上 现在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就剩你们两位了 虽然你们两个在同意污染下 但是沟通一定是非常少的 彼此都是很空虚冷漠 两个人一起走了三十多年 落到如君这个地步真是悲哀 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大姐 不一定要离婚 所有离与不离都是您来选择 关键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幸福 幸福可以在他身上去找到 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去实现 关键是如何调节自己 调节说如何 这个人这么不堪的话 还能一起生活三十年 到底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人 你离得开他吗 真的离开 我相信早已经离开了 不是因为多少钱的事情 你们之间不简简单单是钱 如果把所有的关注度 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为钱上的 你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回去好好谈一谈 一起再去跳个舞 看看你真的舞姿势那么不行吗 真的那些年轻一点的 大姐真能吸引他 真正吸引的是外貌吗 还是内心的一种认可 就这样 谢谢许总 胡老师 其实你看你们两人的相貌 你们都快到六十了 但一点都不老你发现 里头上一根白发都没 所以说明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 没有让你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的枯竭 倒让你们在战争中斗争 彼此更加青春永珠啊 你们每天都把精力花在这方面 你们斗了一辈子 非但没有让你们变得苍老 反倒觉得你们每天都很有战斗力 满血复活 但是我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的是 我们都说 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 结发漆 你就这个女人再不好 再抠门 她好歹跟你过了三十多年 她跟那些 你所说的漂亮 身材好的 你看上去像朵花一样的女人相比 即便不中看 难道她还不中用吗 是吧 好歹跟你过了三十多年 难道你对她就没有一点点疼爱之心吗 其实我是不赞同你们离婚的 你们离开不了彼此 你们这样的相处模式相处了三十多年 你不照样忍了吗 像今天这样在这个舞台上控诉她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 周围所有的人让你控诉了个遍 对吧 但是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一直以来 你得不到这个男人的尊重 那既然这样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 如果你觉得可以重新开始 考虑到自己可能虽然五十六岁了 但还有大部分日子要走 你可以选择单过 没有问题 不离婚也行 单过也行 但是如果你们要在一起过 就把对方 不要说当成丈夫 就当成一个简单的邻居去尊重一下 我们看不到你们两人之间有最基本的尊重 这很可悲你知道 所以最后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这样 一个家庭的悲剧 听了其实挺难受的 如果你们还想对生活负点词 说我过去几十年过得昏昏噩噩 那到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转集 都向对方检讨吧 你们向生活检讨吧 向对方的赔罪也好 认错也好 就当是你们送给自己生活的一个礼物 想清楚 你是一定要道歉的 不管过还是不过 你真的错了 这三十多年你也错了 你们应该非常负责任的 向对方和自己道歉 我想大概 你们对于生活的救赎 希望可以从这一刻 从这个节目开始 那你们今天的到来才有意义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的 谩骂 上演一出闹剧 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小娃娃给我 伴随我 还好 看看 我们下期见 期待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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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糟心的一段啊 来我们把门关上 请关门 所以善待生活吧 善待自己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关注 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让我们看看这对夫妻 自己的选择 请看 这个算在我看来算一种比较理想的结局 至少说明了他们通过这期节目 开始反思他们三十多年的婚姻 这个结局至少说明了他们可以或者愿意为未来的生活付出一些什么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成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今天专家主持人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得心里了 但是我挺感谢专家主持人的 网络的事情 回去我再解决 根据他这个他这个人吧 回家我再考虑考虑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和他是发小 十多岁我们就认识了 中途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联系 我当时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但是有一天在街上我们遇到了 让我们又恢复了联系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交往了四年 这四年我们每天都吵着 还闹分手 但是每次说要分开的时候还舍不得 我总是跟他说提分手上感情 我们后来算是也没再提过分手 但是每天都争吵不断 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太年轻 太固执 太自私吧 前一段时间看新闻 看到很多两个人都是发小 最后都步入了婚姻点桃 我真的很羡慕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丁二十三岁 来自哈尔滨公司职员 有请小丁 女嘉宾小陈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哈尔滨 也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 小片说得也挺清楚了 过去是发小是吧 对 断了联系 对 又在了一起 在一起多久了 四年多了 已经四年多了 已经四年多了 老恋人了 十九岁 二十三岁也四年 怎么了 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俩四年多在一起 刚开始挺好的 但是后来这几年 就是矛盾成功 每天都争吵 我就想让老师帮我们一下 都为什么事争吵呢 就是他吧 每天就爱玩游戏 打游戏 就是打游戏 打得都特别严重 每天他五六点钟上班 晚上六七点钟下班回来 就开始躺床玩游戏 那我干一天活了 我回来玩游戏 不正常吗 你正常呢 但是你上班 我下班回来我也累 我还得给你做饭呢 那我放松一会很正常 你放松 我还想放松放松呢 给你做好饭了 叫你一遍不停 三遍不停 叫你十遍 连句话都不回问 都是吃还是不吃啊 我当时不玩游戏呢嘛 你玩 我不得打完这一把 你玩游戏说话呀 啞巴呀还聋子呀 我当时以为我回答你 你以为 那是你以为 这个除了玩游戏不吃饭 玩游戏还能到什么程度啊 睡觉吗 睡觉啊 睡觉啊 他五六点钟起来上班 每天玩 玩到后半夜两点 你说什么人呢 睡三个多小时 谁能睡醒啊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要五六点就去上班了 是离公司很远吗 装修 装修啊 对 哦 你一点都不正常 那我也没耽误我干正事啊 是没耽误我干正事 身体要不要了呀 那你在那装修的话 那我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干活的时候 你掉下去咋整啊 你咋不想想呢 这个也就罢了 俗生他天天玩手机玩到什么境界 吃饭的时候 手机就得摆住窝上低头在那看 一吃饭吃一个多小时 上厕所也得拿着手机 咱们正常是一个小时就上完了吧 他得蹲四五个小时 什么 蹲四五个小时 不是到底对他憋死里边了吗 上厕所啊 对 我胃不好 那我蹲不出来 我不是这个厕所蹲着 那怎么办呢 你是蹲不出来了 那有一次我急的 就是因为我家就一个洗手间嘛 我在那憋得都不行了 憋得直转摸摸 脸憋痛 我说你起来 让我先上到厕所 你再蹲呗 他急了 他脾气不好是不好我忍了 这点你发什么脾气啊 那你让我上一趟不行吗 给我憋啥样了 你说你这个旁边磨你烦不烦 你到底是蹲不出来 还是玩手机游戏 玩手机 你说实话 我是蹲不出来 我胃不好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啊 这除了打游戏之外 他还有别的毛肺吗姑娘 有挺多 还有就是我俩刚开始 出个像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无论因为什么 咱俩都就是吵架的话 别提分手 真是如果说有一天 你不爱我了 不想出了 提分手可以 那平时吵架谁都吵 那为啥要提分手啊 我都说了 他提分手伤感情别提 就是前几年过年嘛 我跟他去他家那边过年 是一年没见了 他好哥们找他说去网吧玩 我说那去吧 我在家也没意思 我就跟他去了呗 去了玩 我以为就玩两个小时 就回来呗 人要包袖 我哥没跟你说 我说我在网吧待一会儿 我脑挖疼 我也没让你跟我去 那我朋友见不着我 好不容易要跟我玩一会儿 就陪他玩一会儿 你玩一会儿行啊 那是包袖 两三点钟也叫包袖 两三点钟不叫包袖吗 我们女的半夜不睡觉 皮肤不好 你不知道啊 那我让你搁家 你也没让你去 你非跟我去 那我自己在家 大眼瞪小眼我玩啥呀 我不跟你去 是 后来我回家了 半夜十二点了 我自己从网吧 走他家去了 外边车都搭不着 然后他回家还跟我发脾气 那你说跟网吧 他绝大走的 就是 给人一摔 那他就走了 你一点面子都没跟我去 我不绝大走 你跟你朋友玩的 乐呵的 我得高高兴兴回家呗 那半夜十二点了 大到雀黑的 我不害怕吗 回家你还跟我吵 还是为了玩游戏 那你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考虑考虑我吗 你验子咋那么重要呢 要面子就得跟我提分手吧 男的不要面子要啥呀 不是你这么做 有面子吗兄弟 那他也不能绝大地走 然后你就说分手 当时不气话都赶到那了 你也别说我 那出汤门 你说你化妆 能化好几个点 不是 哪有女生出门不化妆这样 至于花好几个小时吗 我那不是好几个小时 那你脸得化吧 头分得输吧 换衣分得换吧 再说了我化完 我不还得等你吗 你等我啥呢 我化妆的时候 你头不舒脸不洗 躺床上玩游戏 我化完了 还得等你半个小时去洗漱去 那我不玩游戏 我等你给我化呀 你竟然那说那些没用的 你要化还好了呢 咱俩一起化 化完走了得了吧 这个先不做 那你说你出门逛个街 它总是衣服 你是十很多 一件都不买 嗯 那主持人 那不是我一件都不买 有了吧 不合适 我就不喜欢 你喜欢的也没看你买呀 那不贵吗 贵能咋的 买不起啊 你说两三千块钱 一件大衣 我有那两三千块钱 我买五六件 换着穿行不行 我没可能一件穿 你穿着不好看吗 你瞅好看 我瞅不好看 哎 不 买得起吗 买得起 他看到的你都买得起啊 他没有挑啥太贵的 你真 他为什么没挑啥太贵的 是我关注的 我不舍 你说实话 你跟我说实话 你买得起吗 能 说实话 真的 主持人是这样 因为我吧 你看我信吗 你说吧姑娘 我挑的衣服 就是我 我觉得我俩的条件吧 不适合买特别贵的 不是人家能啊 所以说我就不好意思 往特别贵的那边去看 所以你这一听 这是过日子的女人 这什么事事处处 就要面子的男人 嗯 他面子可重要了 弄得买得起 还有主持人是这样 他吧 你看他特别瘦 因为他平时就是肠胃不好 领他肠道不好吧 你说一吨吨那么长时间 领他去咽也不去 然后天天还得吃辣椒 一吨不吃辣椒就不吃饭 你说 你说瘦得跟个猴子的 你就吃点饭不行嘛 早饭不吃晚饭吃那么一点 还必须得吃辣椒 啊 那我就这一个爱好 就愿意吃点辣椒 他还管 管太多了吧 你就一个爱好是吗 我就愿意吃点辣椒 把游戏借了 吃辣椒 游戏也没借 那不是俩要好吗 晚上吃就行了 你早上还得吃辣椒啊 那谁早上不喝点西得溜热 非得吃辣椒啊 我不吃辣椒吃不去饭 你也知道啊 你就改一改就得了吧 还有 主持人 你知道就是我俩 刚开始出一项的时候 然后他下楼给我买东西 然后他电话在那个坛上 就响了 响了我看这个号也没有名 响了两遍我就没急 然后不待会儿来了几条微信 然后我就 我没好意思去看 因为刚开始在一起嘛 然后他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学 我说你来电话了 然后他说啊没事不认识 后来第四次我俩约会 那女的给他打电话他接了 接了之后他也没说啊 拒绝人就唠了几句话说 有事呢就那意思就挂了 然后我就挺生气 我说谁啊 然后他跟我说他前女友 我说为啥不跟你前女友说明白了 你现在有女朋友了 那我不怕让他伤心嘛 让谁伤心呢 你怕他伤心 你不怕我伤心呢 这不是四年前的事吗 对不对 刚开始相处了 现在还有这毛病吗 有啊 14年我发现了 14年我发现了 那时候我跟他吵了 就那天我跟他吵了 第四次约会 吵完之后他给那女的打电话说 以后别脸上 我有女朋友了 然后这就拉黑了 都拉黑了 因为他每年都得去外地干一个月活 然后那年去外地 他到那之后 14年发生的事 我16年才发现 他跟那女的QQ联系了 你怎么点这样 他当时有两个号 他当后我给他删了 小号我也不能瞎删 我也不知道是谁 完了他 我去外地的时候 他可能是指头 看我发朋友圈了 完了就跟我说句话 我给他删了 我都没好意告 你当时不告诉我 后来咱俩吵得不比当时 我不怕咱俩吵架吗 你再去外地找我 再打一架 当时怕吵架 16年我发现 咱俩不吵得更严重吗 你也别说我 我咋的了 你前那一会儿还给你打点花呢 不是那时候 我不跟你解释明白了吗 你怎么还冒 解释明白 我心里也有这个坎啊 常去 过不去 就是不应该有这个坎儿 那时候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我俩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呢 然后女朋友 就是通过我跟他借的钱 倒没有多少钱 然后后来他还了一半 都一年多了 我俩那时候都分一年多 是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我不是中间人吗 他不得找我 他找谁呀 你中间人你电话都换 他怎么能用你电话号的 我哪知道他在神人那 要的我电话号啊 因为这事你纠结啥呀 那我能不纠结吗 主要是现在你改给你这脾气 行不行啊 你想娶他吗 想 啊 你犹豫的啥呀 你想娶他吗 想 你想跟他过吗 想 哦 你烦他吗 烦 老烦了吧 非常烦 找了个小妈管你是吧 嗯 不找小妈就没人管你了呗 你烦他吗 有时候烦 他发脾气我烦 你们这才四年 他就天天玩游戏 不搭理你了 嗯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你说一天上班的时间 不在一起 我早上醒了 他人都走了 下班回来了 那两个人出枪 不得亲密亲密吗 他可倒好 就跟游戏 把着手机把着游戏 我说你跟游戏过去得了 对啊 那你干嘛老跟游戏 不搭理他呢 我有好奇 我感觉时间长了 没必要天天腻一块 你不是才四年吗 也不断了 那以后还 那就是不想结婚了呗 想 那结啥婚呢 这四年就不短了 你咋想的呀 就是他吧 总磨叽 明白了 你没有注意到还 我还得多来陪你 明白了 你们俩就是基本上 回家各玩各的是吧 对 手机是你们的伴侣 是吧 对 现在基本就这样了 有手机就行了是吧 他是这么想的 我 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天天那么 上那么长时间班 回来两个人唠唠嗑 连说话都不说 没有话题了 你说刚四年呢 那以后十年呢 是挺可怕的啊 才二十三岁 对 刚刚四年 两个人回家 就各自拿着手机玩了 男生就觉得女生烦 女生也不知道 跟他说什么 是吧 我每天干一天活都挺累的 我先回去玩会儿 游戏放松一下 你跟他聊天不放松吗 不放松啊 我感觉跟他聊天很累啊 这可麻烦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 白老师 两位是发小是吧 对 发小呢就是儿时的小伙伴 能够跟自己玩得特别开心 然后我们其实对于儿童的行为观察上来 去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 在儿童时期 我们愿意选择一起去玩耍的小伙伴 其实是自己内心当中另外一个自己 我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他的细腻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伙伴的勇敢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伙伴坚强 然后我愿意跟他玩 其实那是自己对内在自己内心的 另外一个情感的期待 所以你说儿时的小伙伴 然后慢慢的有没有发展成恋人的 和这个婚姻的有 但为什么不是大多数 但是这个比例不是很大 那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人其实最难相处的就是自己 你很难跟自己有那么长时间的相处 然后还能那么的平静和愉悦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现在活的特别像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 叫隐形麻木 你看你需要用游戏来去刺激 你需要吃辣椒 甚至早餐都需要去吃辣椒 就是你的所有的神经 是需要一种高度的刺激 和不断出现的这种新鲜的视觉的景象 来去调动你的感受 你才能会感觉到快乐和这种愉悦感 就像你就活的已经真的是老朽 我感觉自己活的挺累的 对你为什么累呢 没有激情 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积极的状态 所以就活一天混一天 然后给自己这个活着单向死了的人生 找一点活着的感觉 那是什么辣椒和游戏 但是真的挺无趣的小伙子 所以在你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如果不能够注入一点生气 活力 积极 和彼此共同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还不如就此打住 让自己给对方更好的祝福 没准还能做朋友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你们相处四年 对吧 相恋四年 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 一定是在彼此的交流当中 去找到了刺激 找到了新奇 找到了那种舒服的感觉 四年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比一般别人的四年要长 因为你们其实之前是发小 蛮熟悉的 经过了这个四年 其实你们迅速的 已经彼此知根知底 觉得没有任何对方 没有任何的值得去挖掘 或者想去挖掘的那种冲动 所以这其实导致你们现在 之间的关系的冷漠 交流的少 包括现在手机也好 游戏也好 都是在让你们 本来平淡的生活当中 好像是多了一些内容 但实则呢 是这个代价是说 让你们之间的交流 越来越少 这种状况 其实不光出现在你们 所谓的小情侣身上 在于我们相对来说 成熟岁数大的人 之间也是存在的 我和老婆现在也是 面临着他看手机 我看手机 然后甚至于 你看到全家人都在一起 姥姥 姥姥也在看手机 然后呢 我们每个人都在看手机 那种场景我们 拍下来过 所有的大人都在看手机 而孩子呢 这之间是从跟我们玩耍 但有时候我们通常是拒绝的 所以其实当时我 我那个场景 我拍了之后 给我的老婆看的时候 我们笑了一下之后 背后其实就不是笑了 而是一种反思 我们情侣之间 爱人之间 家人之间 因为手机这个戒指 手机背后的那些 离我们很远的东西 造成了我们之间的隔阂 很悲哀 你其实你关心他的那个 很多觉得他的问题的体现 是基于对对方的考虑 你因为你打游戏 伤害了身体 不睡觉 不吃饭 在厕所待那么长时间 等等等等 但其实你忘了 你在看剧的时候 你其实也是冷漠了他 现在你即使拿出说 为你好的这种观点 说我要支持你这种行为 其实对方是抗拒的 对方觉得你这么做的 你做的也并不好 所以我觉得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第一点 谁先放下手机 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你不要一味的去说他 你怎么怎么不好 其实反过来说你呢 你追剧的时候 何曾想过他 有没有关注过他 谁先放下手机 谁是这个幸福的推动 然后多加交流 多一些兴趣 多一起培养一些兴趣 去找一些你们 对于你们来说都是新奇的事 两个人在一起去做 想想当初你们在一起 那种感觉 现在我跟我老婆 就是规定说 每天必须 我们强迫自己 放下手机 我们彼此沟通 跟孩子一起沟通 你们现在四年长吗 不长 你算一算现在 你们真正每天 每周每月 能相处的时间 有多少 太少了 我们珍惜好不好 我们想想 这种伤害是巨大的 而我们谁先放下手机 谁就赢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你还喜欢他吗 喜欢 你拉倒吧 我觉得这个女人 摆在你面前 一点吸引力都没 你现在看他 你还有感觉吗 有那种感觉吗 你有那种感觉 怎么会四五小时 在厕所里面呢 你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会一直玩游戏呢 你明明已经看着他 已经没感觉了 为什么要骗自己呢 你不撒谎吗 而且你发现没有 你一点都不害怕他 不喜欢你 明白这句话吗 你一点都不害怕 你肆无忌惮 就当对方表现出 对你很厌恶的时候 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害怕 就是说 你不在乎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样子 你发现没有 就当一个人 已经完全不在乎 我在对方心目当中的 形象的时候 我认为 其实你是不爱他 所以别否认 你爱他 你做了什么呢 就是感觉时间长了 正常 你说时间长了 那为什么有些人时间长了 会越爱越爱不释手 有些人时间长了 越来越没有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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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你应该 肯定 倒是 可能 你应该 摆脐 只是 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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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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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